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 这是精品陈墓 这是开的第二包,因为咱们第一包已经开过了,然后已经卖掉了 然后今天开第二包 现在开始 看看今天能开出来什么好东西 今天元宵节了 让我运气好一点吧 多出几个精品的 这种瓶箱怎么样 这种椅子是这样摆放的 都是可以平稳站立的 我们现在这一整包沉默都已经是把它摆开了 这一排 看到没有 这一排 是我看着比较好的 已经给它放在一排了 给大家欣赏一下 来,先看第一个 这种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 它这个沟壑纹理 非常天然,非常自然的那种感觉 接着往后边看 后边这个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我就喜欢它这个中间是带这个 镂空的 如果说我们养的是小型这袋鱼 这个小鱼从里面来回穿梭 非常舒服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孔洞有多大 我这个手可以伸进去的 这个手是可以伸进去的 所以说 小型热带鱼从里面来回穿梭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往后 大拱桥 这就是好多人喜欢的 这就是好多人喜欢的拱桥啊 但是咱这个拱桥还有点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上面 带着 深的沟壑 然后 伸出来这些枝条 反正在造型方面可能这属于是 更有优势吧 接着往后看啊 后面这个 它下面也是一个拱桥形式的 然后上面这种腐蚀的感觉啊 跟花一样对不对 看一下细节啊 这才是好货呢 这个也不错 后面这个这个 下面也是一个拱桥的形式 但是这个桥并不是特别大 然后它这个纹理特别好啊 然后整个 向外延伸的这种枝条 上面的 显得非常粗壮 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咱们看看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也好看啊 后面这个它也是一个拱桥 但是这个拱桥 不是特别高啊 这一块其实适合那种 矮缸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有没有 像一个什么动物啊 这边是它的眼睛 然后这边是它的嘴巴 然后伸着头 很像长嘴的那种水鸟 对不对 后面还有一个火炬 这个长得特别像火炬 下面是这样的细腿 然后上面呢 是像火焰一样的东西 这个看着舒服啊 很个性 很另类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块大的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树桩 上面是它的树干 然后下面是它的树根 然后做那种树桩景观的话 这块比较合适 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悬空一样啊 三条腿的下面呢 不会占用鱼缸底部太多的空间 好多朋友说 我想要三条腿的 不占这个鱼缸底部空间的 它是害怕鱼粪残留在这个沉木的角落 但是这个绝对不会残留鱼粪 这是小鱼缸里面放的啊 这个不大 这个长度估计也就在25公分吧 好了 所有的沉木都摆在这了啊 这是今天开的第二包 那边还有好几包呢 那个过几天再拆包啊 啊 这边有点好几包